编号部分如果说希望让它自动编号的话 当然以前也许你是用那个什么 也许你用Ctrl鍵按住吧 先输入一个 它会自动增加 这样也可以啦 不过我们是需要试码 所以如果要试码的话 你必须怎么样 要把它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我们前面 有在前一个阶段课程有提到 有一个函数叫TES 你可以这样啦 不过它这个格式预设 没办法预设格式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要用那个TES帮我做格式化的话 那我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参照 前面好像有讲过 参照里面有一个叫Raw Raw这一个 Raw的意思 这个我想前面也用到过 就是参照到它现在所在的 第几列的意思按确定 那它回来的话会是2啦 那为什么说 因为它在第二列嘛 那你可以什么 把它减1嘛 减1之后打勾 编号就从1开始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 它的编号也会出现 那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Raw来 取得我们现在的列 再减1就可以 第二个如果说 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把它改成 4码0001的话 那我可以把刚刚的公式减下来 再做一个格式化 那格式化第二个 刚刚用参照 简式与参照 的那个Raw 那我现在如果要格式化 我可以用文字 因为我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是需要格式化了 所以格式化跟文字 关联性比较大 那你会发现在文字里面有个函数 叫Tesl TXT这个 OK 这个用到的机会也蛮大的 那其实各位可以看 它底下都有说明 E指定的数值格式 将数字转换成文字 所以它其实如果你给它的是 像Raw取的数字 你就可以把它加到外面 然后按确定之后 那把Value Value指的是 你要格式化的东西 那后面有个叫FormatTest 就是说那你要格式化成什么 那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讲说 其实也可以参考类似 或者是滑鼠按右键 有个什么 储存格式里面 比如说我要格式化 我可以输入四个零 它也可以帮我格式化 但是那个是格式 就是我们储存格式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转换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加个双引号 补四个零 一二三四 OK 记得哦 这个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我记得好像Tesl 它不会自动帮你加 你把它移开 有些函数 会自动帮你补上那个双引号 但是Tesl它不会 所以很多同学 漏加了这个双引号 按确定 奇怪就不是你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里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里面的资料 转换成文字 并且补上000的格式 OK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本来是靠右对齐的 它现在变靠左对齐 如果是文字一般 是靠左对齐 数字还是靠右对齐 那你把它点两下 这个部分呢 就全部帮我编号好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发现 底下全部都编号完成了 那当然 如果说你要用 第一个 当然我们用函数的方式 编号 第二个 如果说我今天呢 想说 可不可以 就是说呢 不要 如果不要用那个函数 第一个是用函数 用Raw-1 外面再包一个Test 把它格式化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 如果说我今天呢 可是我今天希望用VBA呢 如果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利用VBA 帮我再做格式化 当然可以啦 VBA的话呢 如果你要用VBA的话 那也许我们把这个 再 Ctrl向上 也许再把这个地方 Ctrl向下 假设删掉 OK 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自动格式 就是自动产生变号 如果我不用函数来做的话 我刚刚是Raw加Test 那如果说我用VBA来做的话 那这个地方 我该怎么完成 基本上 在VBA里面前面讲过 你必须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里面呢 如果你希望让它自动 要格式化的话 当然第一个 也许我们用程序好了 基本上我只是希望 让它从第一个到最下面这一个 就是最下面 那最下面是哪一列 我不知道 那怎么办 没关系 第一个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 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我们给它叫流水号 那再来 那个 我们的形态 我如果只是要 让它执行的话 那用SAP就可以 如果 如果要插入函数的话 当然这根方 有没有SAP 按确定 那这个流水号里面呢 那我们要先知道 到底我要做什么 基本上呢 我希望 可以帮我编号 那编号的范围 是在从 从哪一个到哪里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 这边打一个 FORM 一样是 就是帮我跑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 是FOR I 等于哪一列 那你可以给列 等于第二列 到 这个 最下面一列 那我可以从 B栏去侦测 比如说我从B2 去向下侦测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 到底有几列 但是我可以透过RANCH 从B2的出声格 向下去追踪 到底哪一列 那你追踪的话 有一个AND的属性 那哪个方向呢 我们可以向下 XL DOWN 再后刮弧 去抓到它 最下面那一列 是哪一列 你可以用ROR这个属性 Enter两下 再打个NAS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知道说 我的范围要编号 是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做什么事呢 记得 就是输出 输出什么 输出到哪里先写 输出到第i列的哪一栏呢 A栏 因为我要输出的编号在A栏 OK 那输出什么东西呢 等于 这个时候你可以动力量 你跟这边输入i的话 有点像这个i是列 如果你是这样按执行会怎么样 有没有 2到最下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讲 i-1 有没有发现这个跟刚刚那个ROR很像 有没有 直清 有没有 那可是我最后希望怎么样 把它格式化 那格式化 其实特别是我在前一段课程里面有提到 在那个Excel叫Test 是跟刚刚的Test还蛮像的 差别只是说怎么样 把Test改成 format 输出到前面 他就会帮我把资料输出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输出之后呢 看一下 你讲说 哎 按了吗 按了 奇怪 怎么没有改变呢 其实 关键点在哪里 执行下去吗 你执行的 如果是 假设了 在这边如果输入001 Enter会怎么样 他会帮你的 把0给去掉 尤其是我们常在输入那个 手机号码的时候 你手机号奇怪 输入之后呢 他为什么呢 会帮你把0给去掉 因为他预设是 把所有的资料当数字来看 所以你输入之后 他自动帮你 因为数字里面没有0开头 那怎么办 简单的方法 一按右键 储存和格式做什么 把它改成什么 文字对不对 按确定 好 例如把它改文字 你会发现 最大的变化是 它对齐方式 马上靠左对齐 OK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输入一样的动作 001 Enter 有没有发现 它不会把0删掉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 先把除成格的格式 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那个文字的话 那它就不会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我说刚刚的VBA程式里面 假设说你不要执行之后 被去掉的话 那很简单 在这个输出的前面怎么样 再加上一行 这一行是做什么 就是呢 把储存格的格式 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文字就可以了 OK 那怎么样把那个储存格式改成文字呢 其实这边有个关键的就是按右键 储存格式 文字的那一个 文字的那一个 它的里面到底是表现是什么 输入它的格式是什么 你会把文字按这个字定 其实关键在这里 这个小老鼠 其实里面的话呢 它其实是透过这个小老鼠 去设定它的格式 那可是问题啊 我们在储存格式里面呢 会加这个小老鼠 但是如果在VBA里面 我要怎么做 这边最好 如果将来呢 你要做格式的话 你可能要记得一个 在这个上面 在这上面这一行 输出之前怎么样 先打一个sales 点里面有个属性 叫做Lamber Lamber 这个Lamber Format Local 这个属性 实际上就等同是 你按下滑鼠的右键 的那个储存格式 那如果说你要给它格式的话 就等于什么 双引号 记得哦 里面给它一个小老鼠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把 所有的储存格 就是格式化 它称什么文字啦 不过特别注意 为什么我后面没有补上那个储存格 你最后再补上 其实道理很简单啦 我这个最后再补的原因是这样 因为如果说你补了这个刮鼓之后 你按下点的时候 点 你会发现哦 它不会提示你 那因为那个Lamber Format Local 其实非常的长 所以我建议啦 如果说你 懒得进那个属性的名称的话 而且你怕说打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先打Sales 然后打一个N Lamber 其实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那这个属性实际上就等同于 你按下滑鼠的右键 那个储存格式 把它改一下 那改成什么 你就加一个小老鼠给它 那你点下去之后啦 假如说我把它全部做完之后 最后记得后面加一个小老鼠 表示说这个储存格 我先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文字 再丢那个我的资料给它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把零给去掉 我们来试一下好了 那特别说这个一定要自己再补上 补上这个 这个为什么最后补呢 主要原因是 这个后面这个 如果你有一个刮鼠 它就不会自动提示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你会发现 全部都帮你补上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自动 这个叫自动流水号 自动就帮你完成了 OK 那我们就很方便了 以后如果说 你要自动补上什么资料的话 其实第二种方法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VBI 这个VBI来做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应该在云端上 我们有一个程式嘛 一样 那这边的话呢 刚刚这边的第一个函数 第二个的VBA在这里 OK 它可以试一下 这个 不过函数的部分 我又补了一个 就是说前面还可以判断说 到底B栏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话呢 才去加上编号 如果没有 不是空的 那就不补编号了 主要是后面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就是说呢 当我后面 假如又再输入一些东西 这个要自动跳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这个if去判断 这个有 这个才跳出来 这个没有 这个就不显示 OK 那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流水号 如何利用那个 两个方法 一个是利用 这个函数 函数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刚刚讲的 就是Row加上那个Test